第一个问题 师尊请问一下 我刚入门两年 常常会听到要相应 但我知识不够 到现在还是不懂什么是相应 请问我该往哪方面练习 才可以知道相应是什么 阿弥陀佛 在密教里面讲相应 就叫做Yoga 瑜伽 其实相应本身就是合一的意思 相应本身我讲就是合一的意思 合一 我们讲那个中国人讲了一句话 叫做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 你是人 无形是天 你跟你的无形的本尊合一了 这个就叫相应 你跟天合一的 就是天人合一 这个有一句话就是讲 我们有人结婚 我们就写说天作之合 天作之合 天作之合 就是结婚嘛 结婚就是天作之合 有一点这个意思 你跟你的本尊结婚呢 当然这个比喻不是很对的 这个人问说相应 他叫LIN 刘吧 LIN 是刘嘛 他写的是 LIN LIN 就是令令 我告诉你这个名字 令令 就是零跟零 加起来还是零 也就是等于你的名字 你这个零跟零 零加零还是零 这个就是相应 你跟本尊合一了 本尊进到你的身体 你进到本尊的身体 就叫做相应 这样不知道听得懂吗 请问我该往哪方面练习 密教友讲 因为佛菩萨都是清净的 你要学习 身口意清净 身清净 口清净 意念清净 你就能够相应你的本尊 你要学习 身口意清净 那么密教呢 很简单的讲 就是 你解手印 代表你的身体 你念咒 就代表着 你的口清净 你观想 意念观想 阿弥陀佛的形象 顶上有若极 旁边有华极 然后 白豪相光 这里有佛的眉毛 佛的眼睛 佛的鼻子 佛的嘴 佛的眼 耳 你观想的时候 就代表 意清净 观想就是意清净 所应就是身清净 持咒 就是口清净 常常如此练习 你就可以得到相应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第二个问题 是王瑞宏 问的 请问修法 三根本相应 上师本尊复法 会来告知吗 如果相应 要开始修什么法 上师本尊复法 会来告知吗 会 像你跟空行母 你在相应的时候 这个虚空中的空行母 都会显现出来 在你梦中告诉你 你已经相应 或者你看见他 告诉你 你耳朵亲自听到 或者你在禅定之中 有声音告诉你 你已经相应 是会的 梦中也会告诉你 你亲耳也会听到 另外 你在禅定之中 他又会告诉你 相应 如果相应 要开始修什么法 相应了 好像你已经相应了 以后 要修什么法 那要开始修 金刚法 跟无上命 金刚法 跟无上命 或者修你的内法 修内法 像修六成就法 着火法 明点法 相应来要开始修什么法 就是着火 明点 这些法 相应以后就修这些法 因为内法 可以让你寄生成佛 你可以寄生成佛的 那个都必须要灌顶的 行 对 相应 对 相应 对 对 相应 que